日搞笑艺人称柯P很可怕,日久生情喊话向同居。 酷奇Cookie称台北市长柯P笑容可居,喊话想跟他住在一起。 屠台北基本娱乐,记者林百年社。2018年3月11日。 日本搞笑艺人酷奇Cookie称,十一,日为超酷奇乐园。 因台北展开台,下午在华山创意园区举办记者会,对于首日开展就有5000民众支持。 他感谢表示,创作灵感都来自上厕所时,神来一笔用手边的卫生纸就可以创作,这次特地将日本比较黑暗面的搞笑文化带来。 我就是把日本人无法接受的音师形象高笑一面放到台湾来,希望粉丝可以多多认识我。 酷奇Cookie金春连神高差泳装登场,他还自创白脸模仿台北市长柯文哲,透露对他的印象就是看起来很可怕,却又笑说,看了很多影片研究他的样子,发现他的笑容可居,最后不知不觉让我很想跟他住在一起。 除了柯P,他也模仿了日本女星林赖瑶,问起复制诀窍,他说,模仿林赖瑶的重点就是想翻过来的红鱼,看到红鱼就想到他。 日本搞笑艺人Cookie酷奇首次海外超酷奇新乐园站在台北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。 2018年3月11日。 明天正好是酷奇Cookie的42岁生日,工作人员特地租用观光双层巴士,贴上展览广告给他惊喜。 大火更搭乱,从台北车站经由小巨蛋到华山,感受台北的风景,让他相当感激。 超酷奇乐园。 超酷奇乐园。 英台北将展至4月8日,免费入场。 日本搞笑艺人Cookie酷奇首次海外超酷奇新乐园站在台北。 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。 2018年3月11日。